- 凯瑟琳- 听说有新委托需要我们出马啦- 没错,这里现在有一项委托人指名的工作要交给你们- 指名?听起来还有点紧张,是和什么有关的工作呀- 啊,请放心吧,这次的工作并不危险- 二位或许已经有所耳闻- 近期,到期将举办一场名为- 光环- 光环。 - 花荣采集的盛大祭典- 好耶,是祭典- 说起来,我们之前还没再到期参加过节日呢- 此次祭典,由摄奉行与八重神子大人筹备- 请求二位进行协助的,正是八重大人- 嘿嘿,神子的脑袋里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主意- 办祭典一定会很有意思的- 我们不如这就去名神大社找他- 看看他到底想给我们什么任务 - 二位不必跑那么远- 八重大人现在就在花剑版的八重堂- 他之前交代过- 让我请你们到那里与他会合- 原来他就在附近- 那我们走吧- 荒谷黑田- 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报告八重大人- 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 八重堂的书籍与个人委托印刷物- 昨天下午已经全部装电完毕发出了- 嗯,不错- 村田呢- 天顶屋与远航之风发来了联络- 转身成为雷电将军- 然后天下无敌- 与拜托了我的狐仙公司的相关物料- 都已经就位- 很好,小野寺- 小野寺- 小野寺- 哦,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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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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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两天我特拼你假期 你就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吧 毕竟发射会当天可有你忙的 八重大人 非常感谢 好了 大家都清楚自己的任务了吧 时间紧急 立刻行动起来 解散 你们好呀 小家伙们 看样子是已经接到我的委托了 好你个神子 都要举办祭典了你也不会名神大赦 竟然还有功夫在这折腾你的清小说事业 你找我们来 该不会是想把筹备祭典的事 扔给我们代劳吧 哼 这种委托我是不会接的 哎呀呀 我真是好伤心啊 明明人家就正在为祭典的事操劳 却被你们当成了不务正业 小家伙们 是谁告诉你们 祭典就一定会和明神大赦有关呢 咦 难道不是这样吗 毕竟这里可是稻妻啊 虽说这话是没错 不过现在 解除锁国令的稻妻 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渴望一成不变的国度了 所以 比起循规蹈矩的传统祭典 这次我与射凤行决定另辟蹊径 打造一场既有稻妻风格 又与众不同的国际化文化圣会 这件事 就要从荣采记的来历说起了 传说在古代稻妻 曾经活跃着五位能歌善妇的诗人 诗人称他们为 五歌仙 每年 五歌仙都会派出其中一位 将五人所作的诗集呈给将军品鉴 此诗一时传为雅坛 托他们的福 稻妻的文化也在当时极为繁荣 后来 人们以他们为原型 创作了许多风格各异的五歌仙故事 还发展出了荣采记 感谢创作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 果然是个文化栖息浓郁的节日呢 用古话讲 就是风雅吧 只可惜随着时间流逝 但是 五歌仙宇这一祭典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了 所以这次 我决心重振荣采记 举办一场 以轻小说创作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展 嗯 等一下 轻小说 不要露出这种难以置信的表情 在古代 诗歌也是一种流行的载体 只不过在今天 这种流行变成了轻小说而已 重要的不是形式 而是创作本身 这种创作为核心的轻小说 哇 好险 要不是你提醒 我就要被神子绕进去了 哼 神子 你可骗不了我们 凭我们对你的了解 这绝对是你基于个人气味做出的决定 哼 我从不否认自己的爱好 不过 无论小说还是祭典 以新颖的概念抓人眼球都是必须的 怎么样 你们就不好奇 在荣彩记上能见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呃 好奇 老师说非常好奇 走 你们这就跟我到离岛的会场去看看吧 保证能让人耳目一新 而且在那边 还有专人要讲解这次的任务呢 在荣彩记期间 远国间自周围将会承担青小说的主展曲功能 届时 不仅有大量官方与同仁作品参展 还有限定赠品 抽奖 行坛发售会等丰富的活动 万国商会前的这个小广场 祭典期间会被称作五歌仙广场 附近的店铺将贩售与青小说联动的特别商品 请一定不要错过 哇 该怎么说呢 虽然和普通的祭典感觉不太一样 但感到了另一种层面的厉害 咦 神子 广场中心这些空白的板子是什么呀 嗯 这些呀 八重大任此前说会有可靠的帮手前来协助 果然是指你们 旅行者 派蒙 有段时间没见了 你们最近可好 是灵人 这次的荣彩祭 连你这个大盲人也亲自出马了呀 筹备祭典 是设奉行分内之事 荣彩祭又倾注了八重大人的心血 我也自当勤力亲为 哼 灵人 大家都是熟人了 干嘛这么客气啊 我们刚好说到这里的展板 他们跟小家伙们的任务也有些关系 你就来仔细讲讲吧 你们两个应该已经知道 荣彩祭来源于五哥仙 这五块展板正是为了绘制他们的画像设置的 此次荣彩祭不仅是到期解除所国令后的第一次大型祭典 并且还与文化艺术相关 因此设奉行出面 邀请了数位他国的文化名人前来 比如应邀绘制这几幅画像的 就是一位从蒙德远道而来的画家 各位嘉宾在到期的时速 设奉行会帮忙安排 但客人远到异乡难免会不习惯 这时候如果能有一位既熟悉到期 又了解提瓦特其他国家的人作为接引向导 就再好不过了 正是 我们希望二位 能从港口接引嘉宾们到万国商会下榻 并提供适当的帮助 哦 这份到港时刻表上 写明了嘉宾们乘坐船只的详细信息 只要按照上面的时间到港口便可 好 好了 时候不早了 我还要和编辑们开会 就先走一步了 祭典期间 八重堂的编辑大多都会待在远国监司附近 你们如果有事 就过去找他们吧 二位 这次祭典需三奉行通力合作 有许多琐事需要处理 我也先失陪了 接引嘉宾一事 就拜托你们了 隶人给我们的时刻表上 有传致的详细信息 我们仔细看一下 然后就根据上面的时间去接人 拜托 你 是不是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听说有祭典 就兴冲冲地跑到稻气来 不说孩子气吧 也总觉得有点没面子 所以骑士姐姐 小开萌 是可莉 你也被邀请来参加荣采气了吗 不是的 受到邀请的其实是阿贝多哥哥 不过 因为最近骑士团的大家都很忙 阿贝多哥哥就让这里的人给可莉提供了家属通行证 旅行者 派蒙 你们好啊 听说稻气要办荣采气 我就猜会不会遇到你们 应邀来画五哥先画像的 果然就是阿贝多呀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了画的事 不过 我在稻气使用的是白鹅这个毕名 对了 你们知道万国商会在哪吗 我等会儿要和八重堂的编辑长在那里见面 万国商会就是你们在里岛住宿的地方 看来目的地相同呢 太好了 那我们就走吧 哇 这里好漂亮呀 有好多可莉从来没见过的东西 可莉 慢点跑 不要撞到其他人了 唉 真不知道我是不是不该在路上 给可莉讲那么多到期的故事了 结果她不仅一路上都没怎么睡觉 现在到了地方 也还是精神的不行 奇怪 平山编辑长好像还没来的样子 他明明说会比我早到一些的 这下就有点麻烦了 其实编辑长今天约我见面 是要把五哥先的详细资料交给我 这样我才好构思具体的画面内容 阿贝多 你在来到期之前 难道并不知道自己要画什么吗 我只知道五哥先的名字 因为五哥先的年代久远 流传至今的内容很少 所以编辑长决定在帮我搜集一些资料 我是只要有灵感就能画得很快的类型 所以就同意她今天再把汇总的内容给我 这些画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呀 按计划 画像会在记点几个阶段逐一披露 第一幅脆光像要在后天荣采集正式开幕前完成 后天 那时间岂不是非常紧张了 其实还好 给新小说画插图的时候 因为稿件要在海上运输 状况往往要惊险得多 上个月为了赶上陈秋实践录最新卷在荣采集首发 最后一张的插图是我在拿到书稿当天画好的 听说插图一抵达到期就立刻送去印刷了 我至今都不知道内幅图印出来的效果如何 真不知道是该同情你的创作环境 还是该夸你是个天才 当然 可能的话 我还是希望尽早得到资料 这样准备也会更加充分 对哦 这几天八重堂的编辑们 都会在远国剑寺附近 阿贝多 编辑长说不定也在那边 我们这就带你过去找他 也好 可莉 你已经很长时间没睡了 就先留在万国商会我们住的地方休息 我们过会儿就回来 哦 可莉知道了 阿贝多哥哥你放心吧 可莉会听话的 真是的 这种时候 小野寺竟然还因为放假了联系不上 我等会儿先和黑田回到期城紧急加印吧 但这本书的需求量太大了 紧急加印也不一定够 不过今天发现状况也算不幸中的万幸 要是再晚几天可就真的会天乏术了 哎 你们说仓库里那个可疑的家伙 事情会是他干的吗 就是为了弄清楚这件事 编辑长才到那边去了 打扰了 请问发生了什么吗 啊 是旅行者 你们不用在意是我们内部的一些情况 请问有事吗 我想找平山编辑长 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编辑长现在到港口的仓库 村田 你先等一下 请问您应该不会就是硬要绘制五哥仙画像的 白恶老师吧 正是我 毕竟黑田 您应该是想问五哥仙资料的是吧 非常抱歉 还请您在万国商会稍事休息 我马上就联系编辑长把资料送到 不用这么麻烦 你们看起来都很忙 我们自己去找他也行 这 这干嘛 请问 是不是陈秋实件录的最新卷出了什么问题 啊 这 您怎么会知道的 你们都清楚编辑长要给我送资料 看来编辑长并不是把这件事忘了 而是有了突发状况 可你们明知我是白恶 却不愿意让我直接去找编辑长 想来想去 只可能是我负责插图的陈秋实件 录出了什么事 所以你们本能地想瞒住我 这 哎 实在惭愧 事情确实像您说的那样 白恶老师 那我就直说了 今天早些时候 有人在港口的荣采纪货仓里 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外国人 于是就叫来了天岭凤行 天岭凤行担心货物有失窃风险 就联络了所有租用仓库的人 结果就发现 放在那的陈秋实件录新刊 全都不见了 什么 书丢了 噓 小声一点 这笔书不仅会在荣采纪最后一阶段压轴首发 而且作者展玉老师也会利临发受贿 嗯 因为情况严峻 所以编辑长就马上赶去了仓库 判断失窃事件是否和那个外国人有关 原来如此 陈秋实件录如果不能按期发售就太遗憾了 而且对枕玉老师也很不公平 编辑长是去港口的仓库了吧 我过去看看吧 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 说起来 陈秋实件录的作者枕玉 不就是行秋吗 哦 难道你们认识他 行秋要是知道自己的书不见了 一定会很难过吧 我们也跟阿贝多一起去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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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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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在这里 天岭奉行执行公务 我当然会在这里 不 沙罗 我不是说你了 卖畅的 仓库里那个可疑的外国人 该不会就是你吧 哼 不好意思 从结果来看 确实是我了 嫌疑人 我应该告诉过你 在你的盗窃与偷渡嫌疑查清前 请不要随意开口 旅行者 派蒙 你们认识这个自称迎游诗人的蒙德人 沙罗 凭我们对他的了解 盗窃这件事应该跟他没关系 不过 偷渡又是怎么回事了 他虽然自称是荣采记的嘉宾 但是却拿不出邀请函 我们因此怀疑他是偷渡入侵的 毕竟刚才是在远航之风装蒲光英九的货箱里发现他的 如果有利于查清事件的话 请吧 温迪 你应该不会真是偷渡来的吧 哇 我们都这么久没见了 结果刚一重逢 就被你们用这种怀疑的目光打亮 唉 之前听说你们也是用差不多的办法抵达到期的 还以为我们可以彼此理解呢 差不多的办法 开个玩笑 放心吧 发给我邀请函的是射凤行的神里灵人 能知道这些的人不太可能是偷渡客吧 可你为什么没和引游诗人们坐一艘船呢 那当然是因为我接到邀请函后想要早点来到期了 这时候刚好碰上一艘运送蒲光英九的货船 于是我就跟着他们出发了 船长和我很投缘 一路上请我喝了不少好酒 我大概就是在仔细比对蒲光英九和稻妻酒的口感差别时 躺在货箱里睡着了 等我一觉醒来就在这个仓库里了 而这位天灵凤行的大将正虎视眈眈的从箱子上方瞪我呢 虽然整件事从温迪嘴里说出来可信度还挺高 但感觉实在是有点 不好意思 我是施主八重堂的人 有些事想问你 按照你刚才说的 你一直待在这个仓库里 既然这样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不寻常的响动 这么说来 我确实隐约听到过身边有脚步声 而且不止一次 不过我并不觉得那些声音有什么异常 明明有声音怎么还不觉得异常呢 原来如此 阿贝多 你明白了什么吗 提起窃贼 一般都会联想到敲开门锁或者东翻西找吧 刚才温迪的意思是 她没有听到这种明显不自然的声音 至于脚步声 因为这里是仓库 每天都有大量货物进出 会有人在这里走动也是很正常的 可这样一来 丢输的事不就等于毫无头绪吗 不 并不是这样 基于刚才那些事实 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 带走输的并不是一时起义的窃贼 一开始就是针对那些输来的 第二 对方对仓库非常熟悉 甚至持有钥匙 第三 不愧是你 输这么沉 一个人无法在短时间内运走 必定是合伙作案 而温迪明显不符合犯人的特征 我认同你们刚才这些推断 平山编辑长 天理奉行后续会着重调查 仓库相关人员 如果你有什么线索 也请及时告知我们 可以吗 好的 我明白了 那就摆脱你们了 那我也可以走了吧 站住 虽然排除了盗窃嫌疑 但你是否合法来到到期 这件事还没有定论 哎呀呀真可惜 还以为刚才那样 就能蒙混过关了呢 毕竟沙罗可是很严格的 温迪 你的邀请函呢 哎哼 抱歉 暂时想不起来放在哪儿了 明明是这么重要的东西 正因为是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之前一直把它拿在手上 因为我没有带行李 邀请函的大小口袋也放不下 奇怪 虽说之前喝的有点多 可我总觉得 应该是把它好好地收起来了 当时我还对想出了这个主意的自己相当满意呢 既然你之前一直把邀请函拿在手上 为什么又要把它收起来呀 因为我在认真比对蒙德酒和到期酒的口感嘛 所以要每只手各拿一个杯子 这样不就没办法再拿着邀请函了吗 可如果把邀请函随便放在哪里 又可能会忘掉 这么看来就只有那里了呢 你应该也想到了吧 不会吧 你们两个都知道邀请函放在哪儿了吗 对啊 我想起来了 不愧是你 这确实是由摄凤行发出的邀请函 现在关于这位客人的身份 我已经没有疑问了 不过从今天晚上开始 还是请您到万国商会下榻为好 各位 我先适赔了 杀我走了 我们去找平山编辑长要资料吧 平山编辑长 我是今天约定与你见面的白鹅 哦 原来您就是白鹅老师 非常抱歉 您刚到达到期就碰到这样的事 这是给您的五歌仙资料 我们能找到的信息都记录在上面了 让我看看 哦 果然和我之前猜测的一样 翠光 奎之翁这些名字 并不是五歌仙的真名 虽然世间 曾流传过许多内容各异的五歌仙故事 但时至今日 这些故事的具体内容 已不可考 真是可惜 不过至少还能知道 五歌仙故事 大多遵从相似的格式写成 也算有些收获 阿贝多 这些信息对画画也有帮助吗 的确能提供思路 不过我也承认 最重要的灵感 现在还是欠缺了一些东西 非常抱歉 这些资料的确不够详尽 但目前已经无法找到更多内容了 不过八重大人说 五歌仙的传说千遍万话 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故事 所以您也只需遵从自己的内心 来创作您认为有趣的内容就好 这还真像是沈子辉说的话 编辑长不用担心 画的事就交给我来想办法吧 谢谢 那就交给白鹅老师了 另外各位 最后有一件事想拜托大家 明天早上 陈秋实践录的作者枕裕老师 会乘船到达到期 各位如果见到他 请暂时不要提起新书失窃一事 不管这批书最终能否找回 八重堂都会想办法保证 新刊发售会顺利举行 嗯 非常感谢 那我也告辞了 看来现在这里已经没什么事了 我们也走吧 温迪 你跑到那边去干什么 我们要丢下你不管啦 旅行者 阿贝多 能过来一下吗 这里有件有意思的东西要给你们看看 温迪 这张纸是什么 早上我在仓库里醒来时 看到他就掉在我睡觉的货箱里 我当时没多想 以为他就是之前掉进箱子里的一张废纸 草草看了一眼后 就把他塞在了这附近 不过现在 我觉得这张纸上的内容 你们也应该读读看 让我看看 翠光片 等等 翠光不是五割仙之一的名字吗 这首诗的故事大概是说 割仙翠光因为喝醉酒 所以不小心被人从身边偷走了 这首诗的故事 应该交给将军的诗 总感觉这个情节 最近好像在哪儿听过 根本不是在哪儿听过 这和你昨天的经历也太香了吧 所以你不觉得他很有意思吗 我也这么认为 留下这张纸的如果不是犯人 就是当时目击了整个过程的人 不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尤其是如果对方是目击者 当时为什么不对盗窃行为加以制止呢 好了好了 现在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大家好不容易再到妻相遇 又从一大早开始忙活了这么久 不如现在就一起找个地方好好喝一杯吧 喂 你明明才刚清醒不久就又要去喝嘛 再说阿贝多还要创作呢 可没时间陪你这个有手好闲的家伙 不 没关系 我们这就一起去喝一杯吧 我来请客 等等 你不用画画了吗 我之前告诉过你们吧 我是只要有灵感就能画得很快的类型 现在 最重要的灵感已经找到了 而且 要把模特画进作品里 也需要支付给对方相应的报酬才行 既然这样 那就再来点好吃的下酒菜吧 一年 翠光前往天守阁觐见 将诗集献与大人品鉴 其料魁之翁所著诗章中 竟有一夜被人撕去 翠光因而受到盘结 翠光俯首引咎 并明其昨夜曾于酒寺中好饮 久安恍惚中 自有身影其境 不愧是阿贝多 果然敢在荣采集开幕前 就画好了第一幅 真不错 不仅很有道妻风格 也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尤其是画布上的我 即使在熟睡 也看起来非常风度翩翩 喂 卖畅的 你不要太得意了 你只是当模特而已 画上这个人可并不是你 阿贝多 接下来你要画什么 下一招 就是五哥仙之中的魁之翁了 阿贝多 这幅画稍等一阵再画怎么样 你们之后 说不定还会见到类似的东西呢 类似的东西 应该是指其他写着五哥仙故事的纸片 因为资料上说 流传的五哥仙故事一共有四篇 但现在出现的却只有一篇 你们觉得 那个留下纸张的神秘人还会再出现 的确有这种可能性 而且 五哥仙故事本身 也有一些令我在意的东西 比如资料里说 虽然有五位哥仙 但曾经流传的故事 却都是四篇一个系列 似乎所有的故事里 都没有黑主的独立篇章 你在意的这些内容 其实我也有些好奇 不过蒙德有句古话 风带来故事的种子 时间时期发芽 现在 就让我们一起慢慢等待吧 我们下定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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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ennis 我们下定决心了 谢谢大家